未来几年加拿大最紧俏的工作是什么 大家好 现在开始咱们今天的每日一聊 聊聊这边的奇问一事 安省政府最近公布了 最近几年紧俏的工作是什么 加拿大呢 现在工作岗位空缺的非常多 工作职位需求量非常大 大家可以根据他出的这个信息呢 你可以权衡一下你自己未来的工作的选择 各个领域都有 所以比较全面 对于有些要考虑换工作 要选择什么工作 或者我要上学学什么专业 这个报告呢 给大家指出了一条路 根据Nar City报道说呢 来这几天那个十分紧俏的这个职位都包括什么呢 一共他列了15条 大家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专业 可以考虑一下 一个就是restaurant and food service managers 就是餐厅级食物服务经理 而这个呢有餐厅的 有公司的 食品公司的都算在范畴之内 第二个呢就是accommodation service managers 就是住宿服务经理 第三个呢就是executive housekeepers 就是行政管家 第四个是food corner attendance kitchen helpers and related support occupation 这个呢就是食品柜台服务员 帮助及相关支持服务 第五个呢就是行政人员 第六个呢就是food and beverage service 就是餐厅业服务员 第七个呢light duty cleaners 第八个是construction charities helpers and libraries 这个呢就是建筑行业帮工及劳工 第九个呢就是cook厨师 第十个呢是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rs 就是计算机和信息系统经理 第十一个呢就是senior managers financial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business service 那就是老年财务传媒及其商业服务领域的高级经理 这边呢他对老年人的这个照顾是非常周到的 所以你看他专门设立一个老年人的财务经理 这么一个角色 就专门为这个老年人理财啊 这个银行的服务 十二个呢就是financial managers 就是财务经理 第十三个呢机动车装配检查及测试员 第十四个呢就是chief 咱们叫主厨啊或者叫厨师长 第十五个呢就是home building and renovation managers 建材和装修经理 刚才他们说的这些工作财务经理 平均的年薪啊是九万三千八百九十七块 这个呢因为他是平均的 那一般的就十多万啊也有七八万 刚来你刚毕业以后可能五六万六七万 你就刚才我说的精算师似的 他一开始也是七八万 慢慢就晚上涨就十来万 计算机与信息系统这个经理呢 平均年薪是十万八千二百九十七块 传媒啊和其他商业领域的 什么高级经理 平均的年薪呢是十四万一千一百四十三 同时呢他还说的就需要人最多的 就是软件工程与设计师 还有人力资源专业人士和零售业主管等 他这是比较需要人比较多的行业啊 今天咱们说的那个他是比较综合了 各个行业大家看个各行业都有 他这个工资呢他没有具体谈的多少 只是谈了几个重要的经理这个级别的 但是经理肯定是尤其做财务的 和这个高级的管理经理 那都是正常的都是十多万正常的啊 如果按十万的话就和咱们人民币呢 也就五十多万 如果要是十多万 你比如刚才他们说十四万多 十二万多 那就是七八十万人民币 其实这个我觉得在国内也能挣到这个工资 那天呢我跟那个有一个朋友 他呢刚上这来 九月份到这了 他原来在深圳 带着小孩上这来上学 他他在这读研究生 三十多岁 跟他聊了聊 他就说其实国内现在生活的真的也是不错 所以他也在犹豫说是不是就留下来还是回去 还是还是怎么着 他太太还没来呢 他准备下一步他太太再来 因为在这边呢 你要是有有这个大学通知书了 你就孩子就可以到这来是免费上学 你太太来呢还可以有这个工作签证 你可以在这工作 所以非常非常方便 但是呢他也说他说在国内真的是在某些方面上比这边生活的更好 那当然你要有钱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你像这个他在深圳干 那应该就不会太差的 就是相对说啊 所以而且我也接触了很多的人都希望到这边来的呢 很多人都是在国内没工作 或者是工作不是太好 或者呢是赚不到钱才过了 这种人是偏多 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父母团聚 家庭团聚的这种来呢 也是国内的收入不是太高 不稳定 那就上这边来 国内的我看有的国内收入的 就是退休金一月一万多 又管这个医疗又管的什么的 他有时候就不太愿意过来 那天有的人就问我这个话题 所以我的建议呢 如果你要是真的国内混的不错 国内有保证的话 那你最好别过来 这边你不管年轻的也好老的也好 你还是要还是要换环境 是不一样的 年轻年轻的还行 你有体力 年龄大的你到这边他要适应的话 确实非常难 我原来没有这个体会 现在自己慢慢年龄大以后 开始也有这个体会了 其实你换一个地方不太容易 所以我在这呢也跟大家建议 就是有的人问我 我也建议 你要是觉得你国内生活挺稳定的 那你就不要过来 你过了短期的待一两个月玩玩行 你要长期在这生活确实有这个困难 但是如果你要想过来 你就做好思想准备 也没问题 像上次我不是做过一期节目吗 就是老人过来好还是不好 你要真是有思想准备 我到这完全适应没问题 我生活环境什么的我都能接受 饮食我也能接受 交通不方便我也能接受 朋友少我也能接受 那没问题 你到这来 我相信你 如果你有这个思想准备 你到这来肯定生活的非常好 这边的人文环境 自然环境相对说还是好 它终归人少 它很多东西没有那么大的竞争 那好 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帮我点赞订阅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见